各位同學大家好 來到Industry的最後題點 我很想趁現在剩下一個兩個星期 你去背一些重點得分字眼 那些你對到的題目大概有個印象 你寫下去起碼有些分 DBQ收拾十分八分 兩條已經二十多分 MC回答十題 PayPal2回答十多分 你四十多分已經有三分 所以現在你可以做的就是背Marking 所以又是收拾這些東西出來溫 例如是 如果你想溫得仔細一點 就看Intensive Notes 如果你說我呢 都是先搞定Level 3 那你就又是溫回這一本的筆記 就是這個 其實這個都做得很齊 我自己都說了 因為已經拜一些頭題 去講怎樣去回答 譬如50年代至70年代 這個Iron and Steel Industry 的locational distribution 就教你看題目和背答案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很齊 臨尾溫集的一個resource 我不會跟你在這裏 go through 撿回這些題目出來 和past paper 在Industry 最後你主要讀三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就是Iron and Steel Industry 的locational factor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就分了三個期間 這三個期間就是 1950 1950至70 即是新中國成立 和改革開放之後 你記住這三個時代 就回答這三類的東西 例如 在1950之前 是在東北 即是在安山那些地方 主要是因為 raw materials 和 land有關 附近有major industry 所以是一個 Aggomeration economy 是和這些有關的 去到Plan Y 即是說 1950至1970 就有一個Central China 就去了Central China 是一個 我們叫Inland Shift 或者Inward Shift 主要是由 Government Policy 去主導 亦都有一些locational factors 例如 raw material 或者一些local population 是在Central China 我們找得到 但其實Central China 亦都有很多的問題 你回答DBQ 你就會看到他們的問題 你就可以去Describe 所以 最後才會搬出來 Costal Cities 在上海 又是跟Government Policy 有關 但on top of it 就是跟Market 跟Transport 有關 所以Port Location 很重要 我不會很細節地去說 那些Factors 因為我稍後會用一個題目 跟你們去看 接著 就到一些新的趨勢 例如 Go West Policy Environmental Concern 有一個例子 就是曹菲電 本身就是在首槓 在北京市中心 因為要減少空氣污染 就搬去一個河北的離島 那個叫曹菲電 這就是 一個Environmental Concern 有關的 第三就是South China 配合 South China 或者大灣區 南中國 就是東南亞 對於Iron Steel Industry 的需求 所以就設置一些 攀在那裡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你要讀多一點 因為這裡就會去到 Level 4 那些位 他除了問一些 很typical的 例子之外 其實也會問一些 新趨勢 所以同學可以留意一下 去到IT Industry 記得要知道它是一個 Globalized Production Mode 即是說 它的R&D 生產和裝陷 是在三個不同的地方去做的 你詳細可以看回 2020年的題目 還有Marking Scheme 記得用回 那個Industrial Factor 那些字眼 比如Labor 比如Aggomeration Economies 比如Technology 比如Labor Intensive Production Cost 等等這些字 現在我們有時候會讀一個 recent change 譬如 在傳統來說 Iron Steel Industry 科研在MDC 生產就是LDC 或者Assembly在LDC 現在就說 有什麼新趨勢呢 例如R&D也去到LDC 最常見的例子就是 北京的中關村 和印度的Bangalore 這兩個例子就是一些R&D Activities Outsource to LDC 你也可以看看為什麼 因為這些地方 例如 Labor Cost 是低一些 也有一些 例如 它有很多Talents Rising Education Levels 還有 Low GDP Per Capita 代表它們的人工是低的 可以做得到 即是我省到錢的 但也有它的問題 你只可以讀回 而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叫resorting 即是回流 就是把原本一些 assembly plant and production plant 由其他國家 搬回美國 即是變成 single nation production 即是單國的生產 這個其實就是 與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比較多關係 因為它如果將 那些 R&D procedures 是outsource了出去 那那些方法 可能會被人抄 而 而 其實現在 很多生產的工作 都不需要人 機器 已經解決得到 所以 Labor Cost 不是那麼重要 當然 有其他問題 而 這裡 會說 Impact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Relocation 就是3.5 一些Notes 例如 你會見到 當工廠來到一個地方 的時候 有什麼好處 例如economic development 但同時也有些壞處 例如跟pollution有關 但當工廠離開的時候 也會面對一些不好處 例如economic decline 因為少了一個經濟活動 去帶領城市的發展 所以會有一些 和economic decline 相關的問題 Urban Decay 抵特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當年那個汽車工廠 就搬了離開抵特律 一夜之間 那個地方 百廢待興 因為沒有economic activity 那些人會離開 那些 laborers會離開 所以那個城市 就會很衰落 但也有好處 如果可以把握這個機會 可以做一個經濟轉型 好了 重要的題目 我們現在去看看 這裡 我拿了三題 和你去考慮 第一題 就是 好像 猛猛的 就是 拿個大概 第一題 其實就是 第一題 其實就是 你們那些quiz 就是你們那個RT 我不知道你們還記不記得 那個RT 那些materials 但其實同學都應該要拿回他們出來 去玩 譬如這條 我們將兩樣東西去 combine 這兩樣東西 combine之後 我們就 就是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和 IT industry 兩種的題目 我們去 combine 去看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比較常見 就是IT industry 和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一起問的方法 那譬如 好像這條 這樣 你看到你就知道 大概是問什麼 譬如 前部分就問 Iron and steel 後部分 就是問 IT 就是這樣 很多時候可能就是這樣問 這個是2020年的趨勢 就是 希望你不要 毒死一邊 譬如上年考了 Essay 是 IT industry 那今年 難道會出 Iron and steel嗎 他不想你這樣貼 所以 通常DBQ 就兩邊都問 例如 例如 這條 其實 你便要 用這些地圖 去拿一些資料 其實通常 account for the location 有幾個答案 一個就是 Coastal Inland 這是一組的答案 另外就是 一些方位詞 例如 North East North West Southern China 等等 這些都可以搭 這裡就能看 例如 X就是North East China 我們在這裏五分就要找幾個答案 就是看個looks去看 例如1916就可以用industrial inertia去說 因為這個是一個history of development 有一個工業慣性在這裏 你就可以拿這個point去答 見到1916就立即拖著它 你已經有兩分在手了 然後這就是x的location 例如你見到 land above 200米很少 即是說是flat land為主 River就是water for cooling 你可以寫不一定有分 我現在博多些 譬如五分我寫六個point 就算water for cooling沒有分 沒有蝕的 所以可以寫多些 不要自己太懶 千萬不要數point 譬如五個分 五個分寫六七個point 沒有問題的 有時可能一個point有兩分 你會賺到 但有時可能有些point你沒有分 所以一定要不要太計較 然後highway railway is good transport sauce of iron ore and coal 就是proximity to raw material 所以就可以reduce transport cost 那這些都是一些 就是我們從iron and steel industry 去看到一些generic的一些factor 其實你是這樣去讀的 OK 好啦 那跟著呢 就 當然我們可以看一下有沒有一些東西 你可以補充的 譬如也可以說 因為其實North East China 它是一個coaster location 所以可以說cheap sea transport 附近有一些大城市 Large market 等等 那這些都是你可以去elaborate的題目 那跟著呢 我給你看到一條iron and steel industry 這個呢 就是mock exam的題目 那mock exam的那個問法就是一個generic的問法 就叫你describe and explain the locations 即是說這一堆 這一堆的圓圈在哪裏 那麽其實呢 那麽其實呢 那麽這堆的圓圈呢 主要呢 其實都可以 即你可以去講的 其實主要呢 他們都是在一些 就是central location 或者close to railway 是close to railway 是close to railway 個別 因為它個別在close to location 但大部分都是在inland inland inland 但更加重要是close to railway 那麽你就答到了 那close to railway呢 那麽就爲什麽呢 因爲這個wellway呢 就將一些cold mine and iron ore linked together 那麽這一個 就是一個 rawe material嘛 那麽所以呢 其實就是 用這個wellway 作爲一個description 然後呢 那個wellway的重要性是什麽呢 其實就是 linking to the market linking to the cold mine OK 那麽再加上呢 其實你都會見到 這一些的 就是iron steel plant 其實是close to一些的 一些的 就是一些的 raw material size 所以其實主要都是省錢的 save transport cost specify 是transport cost OK 好了 那麽譬如這條呢 問得深一點 深入一點 我就會問問 啊 會不會可以在站缸 建造一個廠 那麽這個呢 就是一些新趨勢了 new trends 那麽你看這張圖呢 站缸在這裏 那站缸呢 我們就用market 你讀的時候 你記得就是 south china的主要factor 是market 而這個market 可以是local 和overseas的 那local呢 就是什麽呢 譬如廣東 那麽我們有大灣區嘛 那麽那個發展 會很蓬勃的 那麽所以呢 就是greater bay area 那麽這些可以搭的嘛 那麽那個market呢 是很大的 那麽我們就可以 減少個transport cost 減少了delivery cost 第二就是 站缸呢 其實也都很近 一些的東南海 即是東南亞的國家 那麽所以這裏呢 也都可以呢 就是說 through sea transport 就access to 這個overseas market in Asia 或者in South East Asia 那麽跟著呢 那麽看著這裏 這個areal photos 雖然黑色一塊 那麽你download一張彩色圖 你就知道了 譬如你會見到就是呢 它是from recommendation 那麽亦都可以說回呢 就是elaborate 就是coastal location呢 就favorable for cheap sea transport 那麽這些呢 都是有份的答案 那麽那些分數呢 都很值的了 那麽就可以看回這裏了 那麽當然啦 譬如你見到呢 有settlement的 附近有一些build up areas的 那麽這些呢 都是跟market有關的 那麽亦都可以說到scrape iron 那麽這個就是 補足剛才我們在這裏看到的 一些factor 你可以再去講 那麽 那麽講完 Ion & Steel Industry 之後呢 我們就看IT Industry 那麽其實呢 那麽其實呢 你看到這些圖呢 你就知道 那麽它應該是考 multipoint production 那麽它考 multipoint production呢 就即是說呢 你會見到就是它的 R&D啦 manufacturing 和Assembly Parts 是分開的 那麽你就見到了 那麽然後呢 用回這裏的data source 去解釋 那麽譬如 就是說它那裡有很多一些 well-known 或者 famous 的 IT Brands 其實也會跟它們有多一些 interaction 亦都會幫 IT Industry Developed 所以你就可以用這個概念去做解釋 當然了,Describe and explain the location of the production units 這個簡單來說就是那三件事 HQ, R&D, Manufacturing HQ 和 R&D 通常我們是同一件事 就是 Headquarters 和研發部 其實我們是同一件事 然後是 Production 和 Assembly 就是三件事去看 然後我們就會看到 在 MDC 的 R&D 因為它們是 Capital Intensive 要大量的 labor 要一個 well-educated labor 還有我們都看到有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的出現 也有在 MDC 有部份的 Manufacturing Components 是在 R&D 的 就是要去整理這些 Components 整理這些 IT Components 例如電話晶片等等 是需要很多 Technology 只有 MDC 才有這些 Technology 至於在 LDC 就是一些 Assembly Plants 這些 Assembly Plants 主要是做一些 Labor Intensive Procedures 所以就會在 LDC 找得到 因為 LDC 那個 labor cost 是低一些的 這樣 那你就用這些字眼答題目 這裡就看三點五 三點五就是 Impact 例如這條問題就是問你 這個 Changing Industrial Location 對於中國的影響 即是中國現在越來越多 一些 Manufacturing Activities 中國變成世界工廠 那你就可以說 譬如 一些 Job Opportunities High Standard of Living 以及他們都可以從 這個 Development of IT Industry 學習到一些技術的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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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些都是你們可以去考慮的 這些題目 那 IT Industry 我就用這條題目去解 那Join School Mock 和那個Mock Exam 都有的 那其實都是 就是 萬變不離其中 那Join School Mock 就 問得 就 譬如是 specify 是看那個 R&D 的Centers 的locational distribution 那我們在改的時候 都發現大家都很好 譬如都拿到這張圖 就是一個 即是 High Accessibility Industrial Accomeration 那這些大部分同學 都拿得到的 那所以呢 這個表 你都可以讀一下 因為 in case 出到這樣的東西 是送分的 因為我現在就很 specify 去看 R&D 在 USA的一些 locational advantage 剛才那個圖 就是一個 globalized production network 這個圖 就是一個 globalized production network 剛才這張 這個就是 globalized production network 所以 有兩種的文法 而相對來說 這種文法是淺一點的 而且 你做了很多practice 的了 好了 拿著這幾條題目 做你最後的操練 OK 希望 幫到大家 下條片講 Farming 再見 拜拜